尖石器画面中一大片熔冰从天而降 眼看差点就要砸到路人 这是位在大陆吉林省的店铺门口 还好当地商家说这种事他们早就有所准备 七层 它是斜顶尖顶房 就是结冰往下掉 没有砸到人 年年落冰嘛 你就是一样你延伸出来 就是你可以砸你这个耳房也别砸到人 更可怕的画面发生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一辆轿车开在高架桥下 挡风玻璃瞬间就被砸碎 抬头一看 冻结在高架桥下 圆椎形长得像是中乳石的冰柱 在大陆叫冰溜子 如果管理单位没有派人敲掉 到了初春时节就会变成暗器 看谁遭殃 另一种危险在脚下 北京这两名男子走上冰面钓鱼 却没有注意到冰面已经融化 当场受困 就怕一不小心踩破了冰面掉进河里 消防人谨慎地将两人拖回向北艇 接近被困惹的时候 先把他做了一些给被困惹 镜头来到西藏 高海拔地区再次出现大面积的降雨降雪 结果300多辆车困在结冰路面上动弹不得 当地武警动用大型机具除兵 忙了两天才解决这场冬季限定的危机 这份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